《牛津劍橋》 其實每年牛津劍橋面試的時候 他都會問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好像法律來說 其實他除了問你法律的問題之外 他都可能問你一些哲學的情景 例如有一年我們的學生 他被人問的問題就是 你是一個屋主 當有一個女生來叫你保護他 那麼五分鐘之後 就可能有一個拿著刀的男人 問你剛才有一個女生來過 那你究竟說不說謊 其實我們跟學生說 沒有一個對或錯的答案 因為每一個問題 其實都是想看你的邏輯思維 你的環境思維 甚至乎你的能力去怎樣解難 他想看你怎樣由你答那個問題 或者答那個答案的地方 回到一個邏輯 或者回到一個你已經學了的哲學的理論 都可以 其實牛尊的實驗心理學 其實牛尊的實驗心理學 他們都有類似的題目會問 例如有一年他們就會問 如果你要進行一個實驗的話 你究竟用幾隻猴子 很多學生就會想 五隻、十隻、十五隻、二十隻 很多時候答了之後 老師就會開始說 為什麼你一定要想用猴子呢 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要去做一個動作 就是question or question 因為其實本身的問題 可能已經有問題 其實他們的牛見科學 都會問一些類似的 有趣的問題 例如他們會問一隻牛裡面 有多少空氣 或者有多少水 depending你報的是什麼科目 甚至乎你報的是哪一家學校 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看看你自己用什麼身分 去答這個問題 因為一個physics的人 去計一條數 就是一隻牛 究竟他身裡面有多少水分 或者有多少空氣 跟一個camp的學生 去計這條數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的計法 甚至乎他的理解都會不同